然后说一下昨天打的这个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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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没错 模组怎么没了 先说A点 主要是有这个C点 这个是咱们A点的出生位 A点在这出生 出生以后 以后我A点就从左路打 左路打之后 这个位置 一趴 这个点他们这儿容易有人下来 我一般会在这边卡一会 没人的话就直接上二楼 A点我发现还是得进去守 A点呢 因为外围不太好使 A点的二楼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二楼一般有两个人左右 二楼的话 他们就没法打 因为他们 唯一能对二楼造成杀伤 就是从这个口里边扔手雷 不过至今我还没见过有人 从这里边扔手雷 然后就是RPG往这里边打 能关进来的几率比较小 然后守二楼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这样守 站在上面守 这样的话 你这样站的话 人家从这儿过来的时候 先看到你的脚 所以比较麻烦 应该是这样守 这样卡 他看不到你 而且他这样上来 他是侧队 这个地方就是 你杀人之后 想起来扔手雷 然后这边也可以守 然后这也可以守 再往后退来 这都可以守 然后给房车介绍一个位置 房车如果demolation的话 给你介绍一个位置 就是这里 这里什么好处 AZ4直接从这儿放进一楼 而且同时可以扛二楼 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而且他们 他们如果 越过这个黑色面包车这个区域 他们就warning就出来了 所以他们很难打到你 因为二楼有人的时候 这个窗户一定要注意 他们很喜欢 这就是那个二楼的木板 然后二楼放AZ4的时候 二楼放AZ4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不清楚 印象应该是可以 这个位置 这个直接可以保证打到里屋 对 就直接靠这个往这边打 直接打到最里边那个屋 拿起来一出生就放 畜生放一枚回去 补给一枚 直接一楼再来一枚 一个人都可以干的事情 假如说班权和防身都是demolation的话 对面站点的时候 班权一楼一发 防身那个点一发 补给一枚 再往这个窗户一发 绝对里边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责 三发直接把全部全部塑在住 然后如果打的好的话 第一波打的非常好 他们冲的不行的话 这个点位也是非常非常之恶心的点 趴在这里 你再有个消音器 来多少杀多少 他们都不知道你在哪 A点 B点 B点说实话 其实很好守的一个点 而且非常非常恶心的点位 B点就是 你先想好 就无论你去守哪一个点 你有一个概念 就是他们怎么进这个点 进B点的入口只有两个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这里 他们如果能知道这边来 从这上去的话 那就是咱防守的问题 B点卡这个广场 自由路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点 这还不止了 A点他们拿了之后 咱们如果还有人的话 你不用急着回房 这儿也可以卡到楼上 而且他们从这儿上 不会看这个点 这儿可以卡 再往过 这儿也可以卡 这两个别一个上下位 而且 你在那卡点 有消息情况 他们根本不可以发现 这是左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 几个点位 然后右路的点位 就比较激进 右路 右路这个是个保守点 这个保守点位 可以看二楼 看一下二楼 然后可以卡这个 这个区域 还有这边墙周围 这个区域 不要保守 因为你一个人的话 这儿可能来 人后围可能 房子也有 所以B点最好的一个卡位 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不是这样卡 也不是这样卡 是要这样卡 这样你看到人之后 这儿有人的话 同时 这个缝 咱这水平都是 只要这个缝 什么东西经过 咱都肯定有反应 可能会发现 你可能第一时间发现不了 但你觉得有意识 这个时候 你只要卡这个缝去 这儿因人 这儿喜欢有人怕人 你别打死 这儿进来的话 你在这窗口他们绝对先死 这边卡住以后 他们走路就绝界了 而且 你这个整个走路全部卡住了 这是我一个人接上一个人的卡 然后 两个人这个走路 这个路 这个路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 C点也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C点也是左右路 他们入口只有一个 也是左右路 必须都得卡住 和这个路 和这个路 然后 假如说 假如说咱有一个 一个一个凶女 长期盘踞这个房子里 他们自己里面 你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拿 这样保守一点 如果这一片都丢了的话 他们那个路 和近的话 防守合道 防守合道 最好的点位在这里 这个点是最好防守合道的一个位置 其实我本身位置不是特别好 这样 这个位置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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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右路 左路就是上两边 这路 然后 然后 这边防住 左右路一卡 然后他们只能中间进 左路防守 就很容易 一个人的防 左路 最 我觉得最好的点位是 这个点位 这点位 你时刻趴着 而且对面出来 很难第一时间打到你 但是这点比较局限 然后 因为你只能兼顾一路 这边来人根本没有办法看 这个点位就特别多了 这防守这个口 先是给你介绍这个点 这个 这个点位不是让你一次能打到人 因为这儿模型问题 他这儿是贴头 我这儿是铁 所以看到有人站在打 这是一个 然后这边你也可以照顾到 他们第一时间肯定看不到你 然后 因为这个毕竟你得站起来打 然后还有 也有趴着的点位 在这个车型上 这样趴 这样这个 两个 这个灯 灯和这个桶之间 这也是非常非常银灯的点位 然后 防守C点的时候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知道C点他们出生从哪出生 A点的旁边这个房子 一楼出生 他们出来这边大几率出人 你这个地方一卡 他们能干自不少 他们这个房子 左边你能看 右边你也能看 这个位置根一直没有怎么利用 然后 对于C点 C点怎么往里炸 先给你说一个AG4非常适用的位置 在这儿 这个 进来之后 直接对这个位置炸 往后炸 往前炸 往后炸 往后炸 都可以炸 然后还有一个手的位置 手的位置 直接从这儿可以扔过来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转到C点 一个来了 我已经跳了 要跳扔了 这个大概就 这儿也没有烟雾 大概就这一圈就会扔到 他们之前上回打的时候 这儿一直趴了一个人 咱都没有发现 我那个手里扔过来 直接把这人炸死 C点 我记得这个 顶膜是可以上去的 我记得有人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从这边跳了 对 从这儿跳 这顶膜是可以上的 但是我可以跳 下边防守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 进锅反正就是 反过来 找到时候 多注意 所以